命运能改吗 要么能改 要么不能改 凡是一个问题问出来 只要你这样去想答案 那基本上都是错的 那都是很绝对的 西方的二分法 中国要知道这个太极 像水一样 不是讲什么灰色地带 因为钱跟坤 64挂里面看似很明朗 但是人间 换到各种场景 它都是一样交汇 错综复杂的 那么说清清者上 濁濁者下 你亲这个人再怎么高 也高不上天 所以这两个挂 几乎可以忽略不尽 如果非要这样说 那我们说一定能改 可是 你怎么改 改不了 你要受这个地球上 太阳系 然后耶和系 然后再也系 各种的 条件元素 不要说那么大了 你周围的环境 自己的家 连你自己内心都很难控 但是这是不是宿命了呢 我们人 毕竟是一个灵 相对比较高的 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 其他的 好像似乎都能 左右 你能决定一只蚂蚁的生死 那你说你能不能改他的命 但是 放到更高一层 那些看不见的 他控制的是你的意识 然后再去指派你 去怎么想 怎么做 好像又绕回来 改不了 到底怎么改 我们说 有三种人的命 算不准 大善 大恶 还有 休息 善 要得法 你好心办坏事 帮到忙 那怎么就善呢 恶 你说我没有恶意 但是你做错了事情 也要惩罚 你不小心开车 撞死了 要不要抱吗 哪那么多不小心的 谁让你不小心 叹到你呢 然后修行 那修行 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修行 我们在展开 分三个层次 实际上以前的我们课 我们讲过 身心灵 一个是从身体上 身体好了 精神就足了 做事 效率就高了 思维就灵活了 这也是在改 什么时候 要提前 要治胃病 等到时候就完了 甚至你要 至少要提前几个月 一年吧 稍微感到不舒服 你要自己要注意了 你当时来不及 你事后马上 及时补救 哪里不舒服 点哪里 然后心态 然后心态 你面对什么事 你要修行 如是道 国学这些 那是人的内学 根本 为人出事 这个心 最后才是灵 有灵光真正 生来 小孩子行 元气满满 大人越来越糊涂 被社会污染 你这样一步一步 多看书 多跟有智慧的人 交流有意义的事情 多做 那么才能不断的 慢慢的